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你们亲爱的小编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海吉拉 一场事故以及天生的疾病 有发了女主婉婷的生理性别的改变 更准确地说她天生就是双性人 青春期之后她被迫选择了男性情况的发育 可以感觉到婉婷心理性别依旧是偏女性的 行为举止按照世俗的眼光就会显得娘气 她依旧喜欢男生 其实可以认为这是异性恋 而珍珍最初还是把婉婷当作女生来看待 中学时代的亲密举动依旧不减 两人甚至经常睡在同一张床上 直到有一天珍珍才意识到 睡在她旁边的其实是真的男生 性别之间的界限感 让她缓缓地缩回了露抱着婉婷的胳膊 男主后来得知了婉婷变成男生 震惊之后还是接受了她 一句很辛苦吧 彻底让婉婷在男主的怀抱里 宣泄这么多年来的压抑和悲伤 他们还会一起走一起玩一起学习 就像中学时代的模样 但是篮球场上别人异样的眼光 和刺激性的言语 也像真一样的扎在了男主心里 隐隐作痛 他们独处仪式时相拥而稳 但是荷尔蒙的诱惑也抵挡不住男主 知道婉婷是男生的内积重重的警醒 男主意识到婉婷其实是真正的男生 而婉婷看到男主的不知所措 心也碎了一地 真正和婉婷同时心碎的那一晚 两人借着酒精发生了关系 其实是真正无法抑制住自己 对婉婷复杂的感情 以及她男性身体的诱惑力 而婉婷并没有拒绝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友谊那么简单 这里可以看出婉婷不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第二天早上婉婷清醒之后 想起了昨晚的事情 她非常的困惑 想找男主诉说 结果斜着男主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 终于想明白了 自己是真的爱婉婷这个人 不论她是男是女 就好像蔡康勇说过的那一句 我喜欢你 刚好你是个男生 一样 男主把婉婷扑倒在床上说我爱你 然后两人继续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宝宝不要忘记点赞关注评论加转发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